大家好,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我们GIS中的正色对象 那接下来呢,再看我们这个工具类中的最后一个对象 我们的错误对象 首先呢,我们错误对象呢 可以通过我们的ARO来实现 在之前呢,我们写案例的时候经常不小心写错了 是不是也看到我们的控制坛报了这样的错误啊 像我们见过,像TypeError,包括SnacksError,包括ReferenceError 它其实呢,都属于我们这个错误的一个类型 那接着我们的错误对象呢 我们可以通过创建一个ARO对象 当我们发生运行是异常时 这时候呢,我们的实例就会被抛出 那ARO对象呢,也可以作为我们用户 自定义的一个异常基对象 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在大家来测试一下 首先,我们想得到ARO对象呢 可以通过NewError来实现 这里边呢,可以有三个可选参数 像我们的错误信息 包括我们错误所属的文件 包括它所在的一个行号 都可以 这样三个可选参数 它当我们这个代码发生错误的时候呢 就会创建我们这样的一个ARO对象 并将其抛出了 那ARO的类型呢,可以看到有这么几个类型 像我们的EvilArror 这个错误呢,就与我们的Evil函数有关 包括我们的Interall Error 代表我们的内置错误 像我们假如说地归太多呀 对吧 或者说,由我们JS引擎内部错误抛出的一个实例 那RingeError呢,也是 它代表呢,假如说我们这个变量 或者说参数超出我们的有效范围 就会产生这样一个范围 RingeError ReferenceError呢,也是 代表的是一个无效的引用 SnakeError呢,代表的是 在解析的过程中,语法错误 try catch 包括finally 来捕获我们的错误 并且进行一个处理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使用 最简单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代码放到try中 如果出现错误了,我们可以通过catch来捕获 那这个参数中的e呢,就是我们的错误对象 那假如说在这儿,我们就先写一个 调用一个不存在的方法 写成一个notExists 没有这样的方法 当运行这段代码的时候 如果不放到我们的try catch中 你来看一下,直接来写 假如说写一个notExists exists 接着运行它的时候 就会产生 这样一个错误 你看,捕获到一个reference error notExists is not Defended 是不是没有被定义啊 对,没问题 那接着,你如果不想要报错 你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try catch中 当报错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捕获并进行一个处理 接着一个notExists Ists 接着在这里边呢,我们就可以谈出我们的错误 alert一下 1.name 错对象中有一个name属性 代表错误的名字 而且你想得到错误信息 可以通过 1.message 得到我们的错误信息 来看一下 当出错的时候就会弹出来了 reference error 和我们刚才看到的一样 notExists is not Defended 未定义的 啊,未定义的 那现在你看到到我们的程序运行是出错了 自动的就抛出了这样一个错误实例 是一个reference error 那接着程序再往下走 你可以alert一个 this is a test 好,你看到程序继续往下 这样的效果 没问题 同样的你可以这样 check catch 也可以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可以加上一个final day 那final day呢 可以代表可选的 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它总是会被执行 try patch final day 这样的一个形式 final day中的代码呢 总是会被调用 假如说我们可以alert一个 我总是被调用 接着在这里边呢 不管有没有错误 假如说vir一个n等于1 同样的在这儿alert一下 e.name 拼上一个 e.message 现在这段代码是不是没有错误啊 但是你来运行一下 你看 是不是也是看到了final day中的内容 我总是被调用 那接着如果有错误的话 我们来写一个错误 假如说写成一个n等于0 fn等于等于0的话 假如说我们想手动抛出一个错误 我们可以通过谁呢 可以通过throw new一个error 我们可以手动来抛出一个错误 0 不能当作除数 那这里边呢 就会放到这个错误信息中 接着我们来运行一下 就会看到 0不能当作除数 如果number不等于0的话 我们可以往下进行 假如说你再alert一下 4除以一个 4除以一个n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来运行一下 应该弹出一个 error 0不能当作除数 那此时呢 我们再把它变一下 变成一个number等于一个2 那这时候应该得到的结果 弹出的是一个2 但是呢 final内容的内容呢 总是被调用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也可以 那接着我们看到了 可能产生不同的错误 假如说语法错误也可以 如果你这样写 你看一下 到这儿的时候 这儿不会报错 n2 来运行 你看 在这儿呢 就产生了这样一个 snake's error 是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一个语法错误啊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处理 不同的错误类型 那想处理不同的错误类型呢 我们就可以来 对我们的这个e 做一个判断 假如说把它再注掉 可以来try一下 tatch 看一下我们这个错误对象 是哪个错误类型的一个实例 就可以针对不同的错误类型 来做一个不同的操作 还拿它为例 假如说 调用一个not exist 这时候捕获到错误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e instanceof 如果是我们的evil error 一共有那几种类型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alert一下 evil错误 再拼上一下错误信息 e.message else else if 再判断一下 如果e实例化了一下 我们的这个 将 range error 我们也可以弹出一个 range错误 超出了范围 再拼上一下 e.message 当然我们这是简单的弹出啊 你可以处理不同的 else if e如果实例化 假如说我们的type error 在这里边弹出一个type so e.message 一共那几种 我们再加一个reference就可以了 else if e instance 没有全部都写啊 reference error alert一下 reference tool e.message 好 其他的我们就不写了 我们再来一个else就可以了 alert一下 other 错误 其他错误 好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来运行它的时候来看 reference tool not exist is not defended 这样的效果 代表的是不是捕获到某一个特定类型的一个错误了 没问题 同样的我们还可以自定义用我们的这个什么呀 错误处理器 在这儿呢我们还可以自定义错误处理器 通过谁呢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error对象 对它的原型进行一个重写 在这儿呢可以来定义一个 假如说我们定义一个function myerror 在这边传一个错误信息 同样的写成一个list.name 这是我自定义的错误处理器 接着类似点message 如果你给我传了这个message 我就把它付给我们的类似点message 如果没传的话 我们可以写上一个默认的信息 默认的错误信息 自定义的错误信息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想让我们的所有这个error对象 都来使用我们这种自定义的错误信息 可以通过myerror.prototype 等于object来创建这个对象 创建哪个对象呢 error.prototype就可以了 好 接着呢再把它的这个 勾到系函数 指定一下 这个之后我们也会说 myerror 为什么要这样来做 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try一个 我们直接手动抛出一个错误 throw一个newerror 没有传错误信息 不获的时候 我们来弹出一下 一点 好 我们直接来输出吧 输出到我们控制台 一点上这个name 再拼上一个 一点上一个message 来实验一下是否可以 那这时候会使用我们的默认的object ject 默认的错误信息 error list.name list.message 这块写错了 myerror.prototype object.create error.prototype 没问题 接着constructor constructor c1 s-t-r-u-c t-o-r 也没问题 应该得到的是 默认的一个效果 但是在这块 它是不是没有出来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开持一个e throw newerror new不是error new myerror 使用我们自定义的 在这你看得到了 这是我自定义的错误处理器的名字 错误名字 信息呢 默认的定义的错误信息 默认的自定义的错误信息 没问题 已经得到了 那接着再往下 你也可以传 假如说我们在这再来一个 try patch一下 throw 当你传我们的错误信息的时候 new myerror 你就直接写 别写它了 写个myerror吧 要不都是汉词 看着比较麻烦 在这写成一个 测试 自定义的错误信息 接着在这边 同样的来输出一下 在我们的命令行里 console.log 1.name 拼上一个 1.message 这时候你看一下 我们的错误信息 这就是测试自定义的错误信息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也可以 可以自定义我们的错误处理器 自定义我们的错误处理 好 这是我们错误对象中 相关的一些内容 比较简单 那这一块呢 我们大家下来练习一下就可以 接着再往下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最后的一点 在我们对象中 还有一个传递对象和比较对象 把这一块来说一下 那我们对象呢 都是通过引用进行传递的 那在引用上做的改动 会影响我们这个原来的对象 那当我们两个对象做比较的时候 只有当两个引用指向的是 同一对象的时候 才返回的是真 否则呢 它返回的都是一个加 那接着我们来做一个例子 来看一下 比较对象的例子 第十个 Compare Object OBJ 不要看到 如果说对象中的属性都一样 但是也是两个对象 它比较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对象 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写这样一个例子 OBJ OE 等于一个 一个属性 在上面一个O2 等于一个 也是 那现在从表面上来看 它们两个属性是不是都一样 属性值也是一样 但是我们来比较这两个对象的时候 它们两个是同一个对象吗 答案是否定的 你看一下 O1 等于O2 得到的结果 应该是一个 False 来看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呀 对 False 这样的效果 注意 这两个不是一个对象 不是一个对象 那接着 如果你这么来写的话 来看 我们再写一个 VRO3 等于一个 X 这1 接着 VRO4 等于O3 那这时候 你再看 我们可以写成一个 OBJ O4 点上一个 X等一个 123 就再重新负一个值 接着 我们来输出一下 O4 所以说 对这个对象中的属性 做更改 无论是O4 对它做更改 O3 对它做更改 对这个 X 访问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 都会有改动 同样的 如果我们将这个对象 传递给函数 也是一样 假如说 我们再来写一个 写一个Function F函数 需要接到一个对象 O 在这个O里边 我们对这个 X进行重新复制 写一个55 那这时候 你来看一下 我们调用一个F 写一身一个 传进一个谁呢 传进一个O 3 O3 接着我们再 Consol.log一下 O4 0.x 得到的结果 是123还是55 对 来看一下 第18号 F-U-N-C-T-I-O-N 得到的 对 是55 这样的效果 而我们说 在比较两个对象的时候呢 必须是 两个对象 只向同一个引用 才可以 才可以 刚才我们也做了测试了 做了测试了 那接着我们再来 比较一下O3和O4 这时候 它反复的是真实假 O3 等于等于 O4 或者全等于 都可以 来看一下 这是处 全等于也行 这叫做是 同一个对象 这一点 需要知道 你看 结果 也是处 结果 也是处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 需要搞清楚 需要搞清楚 好 这是我们如何来 比较 这样两个对象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两块 内容一起来看一下 比较简单 我就一起来说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差一个 数组对象没有说 那数组对象 我们单独拿出来说 在下节课呢 我们就会来讲一下 我们GS中 比较深入的一些内容 这个内容就有点难度了 跟我们原型相关的 这样一些内容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众 トミー